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ddhas 理尽他四尊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村子 有人问 所以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要成为人上人 就必须吃的苦吗 好 首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先问 我以什么要做人上人 如果是从字面上的了解 这种想法就是我要超越别人 要超越别人 如果是要自己好 想来做一个好人 那是倒是好的 但如果那个目标是要比别人优越 要跟别人对比 要超越别人 那种想法其实是不怎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我慢 作为驱动 所以不要想成为人上人 想成为好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 佛是人上人 你可以这么想 其实对佛才来说 他就是众生的善友 只是他的能力 他各方面都超越一般的人 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称他为人上人 也是可以 但他成佛的时候 他发愿成佛 不是为了要成为人上人 他发愿成佛 是要圆满度众生的能力 让自己能够度众生 所以如果我们发愿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去帮助别人 这个是好的 但是不要有那种 我 我就要比别人优越 好 那么要成为一个殊胜的人 有能力 有善良 有美德 就一定要吃苦 而提示 这里就涵盖了人的提升 升华和转变 那么转变 一定要吃苦吗 只要看人 大多数的人 他们的内心是喜欢保持现状 不想改变 即使他口口声声说要改变 实际上要改变自己的性格 要扭转 自己所习惯的那种 对事物的感知跟感受方式 人们的心 是有那种内在的阻力的 因为有了这个内在的阻力 他又要改变 他就觉得很苦 所以变成就是要吃苦了 其实呢 如果我们用智慧想一想 我们甚至可以享受 这种提升的经历 觉得这是多好的事啊 我能够改变自己啊 有导师指出我错在哪里 让我能够改掉我的弱点 我改掉我的缺点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 就像要爬山的人一样 有些人你吹死他 叫他爬山 他爬山的路上一路埋怨 他说真苦 我再也不要再爬这个山了 以前呢 师父爬华山 中国华山的时候 就有人亲自听到人家这么埋怨的 我以后再也不要来了这么苦 这个就是吃苦的爬山经历 也有人呢 爬山一路上感觉很好 哇 流这么汗 整个人松了 我一定很健康的 他整个过程呢 虽然是累 但是他想 哇 爬山上面 我就很好休息了 我就可以看得很远了 很好的风景了 甚至他会想 我回到去呢 一定可以睡个好觉 睡眠的品质一定很好 所以也有人爬山呢 觉得是愉悦的过程 虽然是很累 这同样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吃苦的经历 但有人是真的是吃了苦了 但也有人是享受的 所以呢 改变生命也是如此 如果你习惯了 习惯了改变自己 然后每次回头 看到自己进步了 升起无限的愉悦 那以后你在面对那个改变的时候呢 你不会觉得他是吃苦 你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一种磨练 好 那被动吃苦跟主动吃苦 在功德上有什么差别 这里我们讲吃苦是指磨练吧 那被动呢 通常就是你不情愿的 他真的找上你了 你很不情愿的接受 那当然像比如说忍辱的经历 常常都是被动的 事情找上我了 我就只能接受 这个也是好的 也是殊胜的 但是如果有那种被动的心 不情愿的心呢 那就不好了 那因为那心呢 不情愿的心 你并没有真正的殊胜的功德 心里面是在 好像一直挨打着 那种感觉 那种不情愿的感觉 甚至有怨恨的感觉 所以呢 被动就看哪一种被动 如果纯粹只是 东西找上我 我没去找他 他找上我 那那个被动 那个心灵上是没有被动 如果是心灵上被动呢 就是说 我很不情愿 那个呢 甚至有些时候还没有功德都可能 那主动呢 是选择主动这种磨练 这个他有他的智慧存在 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几时会遇到真正的考验 如果我们能够在考验还没来临之前 主动的训练自己 就像一个人呢 平时就训练练身啊 爬山啊 跑步啊 真正战争来的时候 他可能跑得更快 或者是能够迎战啊 或者是什么都好了 那他总是会更有能力去担当 去承受那个考验 那洪水来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个强的体驳去面对了 所以主动的磨练 是有这个好处 就是真正的考验还没来临以前 就已经给自己准备了 比如说 我们说人生最大的考试是临终一念嘛 如果你平时就有去修缠 对心的把握 已经学会了怎么把握自己的心 特别是在艰难的处境 那么真正面对死亡来临的时候 你那时已经有那个能力去承担了 所以主动磨练 他有这种力量 这种好处 那主动吃苦 会不会加速一个人的成就 主动 我们知道主动磨练吧 是会的 他是会帮到一个人达到成就的 有没有不需要吃苦 也可以达到大成就的 就像成佛 一般人家说要吃很大的苦 其实呢 如果你来讲呢 成佛这样重要的是 当然要接受磨练 只是吃不吃苦 是就看那个菩萨 他的心境是如何 一般上菩萨会用最光明的心境 去接受磨练 但是肯定要磨练 这么重大的事 没有磨练 怎么会达到那么好的成果呢 磨练是必然需要经过的 然后再来讲 我们来讲的 我来讲的 这种好处 我们来讲的 这种好处 我们来讲的